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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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七十五啊 你看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 冷静 不不不不 真真真冷静 我今天 说两句好不好 说两句 不我不知道都怎么会上这来 大家好 我是范姿 我是一个退役多年的国主 其实啊 让我来吐槽大会 我觉得真的不合适 就足球篮球是隔着行 就节目中说你是前辈 呃 来把郭艾伦 周琪 妈妈醒 哎呦我真是 他们能插成什么样 能老中国足球 能老中国足球来拯救他们 真没想到 足球 足球还能边才边的一天 乖 真的乖 就 你别以为我篮球不熟悉啊 19年 19年世界杯 哎呦我看了 打波兰那场 还剩7秒 我想赢定了 我就上个厕所 还没出来 就听到哦 那时候我想赢定了 我提着裤子出来了 结果平了 咦 怎么平了 就我狠自责都怪我 上什么厕所呀 不真的 上什么厕所 应该把周琪 郎郎周琪上个厕所 然后打架势吧 打一架势输了 奥运会没了 我说这时候 怪谁 怪周琪 哎呦 人说本来留给波兰队的时间不多啦 你一发球 那个发球我看了好几遍 我上去用脚都能传给别人 你拿着手都不行 姚明 姚主席 去爱一件 你脚发伪力了 第二天 采访你 你还笑 我跟你说 你就是爱马嫂 就该让你拿着篮球到足球场上去 篮球场才多大 让足球场上的那帮球迷来骂骂你试试 就像在训晚辈一样的在训他 这帮可真骂 你知道声音有多大吗 妈的我现在脾气都变差了 我现在耳朵背啊 不好意思啊兄弟 我脾气是不好 我总不能 老说 那个周琪啊 我怎么说我应该说说艾伦 应该说说艾伦 为小郭 亚洲第一后卫吧 控球啊 世界杯生死战 哎呦我没搞懂 一封 拿一封啊 篮球只拿一封不容易的 你发个球 篮筐这么近 就相应当于就两封嘛 对吧 都基本送给你的 按照小郭的水壁都送给你的 你还扔掉一封 就我当年我也提后卫啊 我进的球都比他多啊 这足球进球不容易的 我也是后卫 我得一跑七八十米还得进球 其实就我一直很欣赏小郭的 你别看我偷偷看 我这很欣赏小郭的 有的人说他打球啊 不传球 也不能怪他 小郭和谁打球啊 你说说王志志 易建连 现在呢 周琪什么人 拿来现在什么水平 就这么几个人 周琪都在打中锋 没有这个能力知道吗 就在家门口都打成这样脸都不用 不能这样吧 啊 找队友很重要的 就像找对象一样 要找到好队友很难 找对象就容易多了 直接上一对APP 找对象 找一对 来一对 成一对 撤黑一对又一对 高谱啊 你可以试试 周琪啊 你就别用一对了 你先搞清楚你是哪一对 哈哈哈 其实真的 来球环境真的不错 很好 就算输了 也有很多女粉丝 加油 怪人 打得在场姐姐也不怪你 但是姐夫得怪你 他说到这儿以前啊 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当年看足球 姐夫姐姐都怪 我气死 周琪你一个中锋 身体太乱了 这力量不行 杨总 力量不行 我看了他网上训练的照片 我 这 雅铃啊 就这么大 哎呀 就比鸡蛋灌饼很小 周琪啊 本来天赋很好 却浪费了 吃鸡蛋灌饼 训练迟到 他这态度 我感觉他迟到会说出那句话 教练 我不想打篮球了 哈哈哈哈 说说杨老吧 杨老 杨老 杨老站在后面站的挺好 小燕运气蛮好的啊 杨老在西边也打了十年了 哎 杨老退役之前混到了个冠军 冠军那场总结赛 杨老 杨老 我记得好像一秒都没上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一秒都没上 人清楚的时候 他把掌臂举起来了 体力好 你看 比鸡蛋冠饼大 力量大呀 我来不麻烦 一样刚才说了 有的时候 我们教练员 赶上做教练员 容易批评人 批评是让他们进步 我们踢球的 天天热晒雨淋 篮球还好 弄个盆 打一会儿 暂停 你说到底 足球篮球都不容易 希望大家多宽容 少骂点 你骂得少吗 你骂了半天了都 当然 这位专业足球的教练 我该骂 还是得骂 你们篮球 打得这么一千号 真的 我不能骂 谢谢大家 我是范志亦 范老师你先 你来 杨老师你先来 你先吧 毕竟留给中国足球 时间不多了 留给中国篮球的时间好多 上道教练 下道队员都参加综艺了 我们上综艺不耽误训练 这太低了 这太低了 你们 你们训练跟上综艺似的 这个 不都闹着玩吗 再说了 你们没上综艺训练出个啥 冲出亚洲了吗 怎么没出亚洲 我还打过一次世界杯呢 你都没有进过国家队 我觉得国家队做得对 你那些世界杯也在亚洲办的 不也没算冲出去吗 那你的意思在亚洲班不是世界杯了 你别管在哪班呢 这么多年 我就经过一次世界杯 哎呦 谢天谢地 可别提那件世界杯了 上去联署三场吧 还进过球呢 没有 没有吧 我就不明白啊 说踢足球的 门大 球小 人还多 你咋就不往门里搁呢 原谅 篮球教练 外行话 那个球门是大 但前面还得站个人呀 有什么缘呢 人家也是国家队的 国家队和地方队不一样 你是知道国家队是有多 多厉害啊 哎呦 我确实不知道国家队厉害啊 你踢的都是啥国家呀 你们不说啊 我还不知道这些国家队这么厉害呢 你以为我知道啊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他们啊 也是最后一次吧 咱也别败了啊 咱篮球啊 不犯足球 哎 让观众投票吧 觉得谁说的漂亮就投给谁 当然也可以直接投给长得漂亮 他说啥 老铁门 给国家队的队伍投票 大家好 我是杨明 CV辽宁队主帅 主要负责帅 太帅了 艾伦你别怕啊 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补偿你了 机会有了事 在这儿还骂你啊 等于家伙儿犯不上 但是周期啊 我高低得说你两句 你那个成名之战啊 我正在电视台做这个解说嘉宾 本来以为稳赢了 结果光一个失误干加实了 本来回去的车啊都叫好了 怎么办 只能取消 那取消订单总得写理由吧 只能写 有内鬼终止交易 在说那场上啊 谁还有心思打加实啊 那都想打周期 这个时候吧 就要看教练的 得安抚队员情绪 同时思路要清晰 虽然他也想打周期 但从这一刻开始 打周期容易引起国际纠纷 明明都是中国人 大家和和气气的 最后啊比赛输了 那得赶快改一套 安慰球迷的词啊 我这哪会啊 只能参照一下 这方面经验非常丰富的 国足解说 这个中国队 理论上还有出现的可能 但是 留给中国队的理论不多了 这不看球的可能不知道啊 周期的失误啊 太低级了 低级到什么程度呢 就好比我这个教练 比赛快输了 我叫一暂停 我跑去给拉拉队画战术 结果抬头一看呢 还是对方拉拉队 你说这是正常人的干的事吗 但是呢 说归说啊 我特别佩服周期的心态调整能力 这事要出在艾伦身上 就他这性格啊 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 但是呢 艾伦啊 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人家压根啊 他也不传球 我作为教练啊 看周期打球啊 挺着急的 天赋特别好 但是吧 这个态度差点意思 在场上呢 也不主动跑位 球来了 也不使劲打 球溜了还无所谓 这球打的吧 跟一渣男似的 不主动不拒绝 我还不负责 你说好不容易去趟NBA 让你上场了 也不好好打 这哪怕是垃圾时间啊 也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垃圾时间 什么意思 用杨丽的话说 这就是男人的时间 就要打到男人一顶 又一顶 是吧 上去插着腰溜达 球没进你不抢 球进了你股掌 你是教练的 这一点啊 你就应该学学习 人家女排精神 敢打敢拼 作风硬朗 周琪啊 以后咱打球啊 娘们儿一点 别老爷们儿唧唧的 今天啊 范之一范之道也来了 前国族队员 现役拳击手 这个脾气确实不太好 喜欢打人 我也不敢吐槽啥呀 因为一会儿讲完吧 我俩还得一起回到那 备战间小屋 备战间里的范之道 那是真备战 一直备战着呢 当年范之道啊 还是球员的时候啊 因为不满意裁判的判法 还打过裁判 本来这裁判要出一张黄牌 结果他一拳上去 裁判一口血吐出来 这黄牌就变成了红牌 这红牌啊 都是用裁判的鲜血染成的 你说你这也是老将了啊 在场上你不打门 你就打裁判 对着裁判你开大脚 是不是这个小时候的儿哥 听错了 裁判的头儿也橡皮球 我一脚踢到百个大楼 当然啊 打裁判肯定是不对的 范之道跟我一样 都是球员转型到教练 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教练脾气大 张口就是骂 那没办法 我们职业氛围就那样 哄着来的不乱套了吗 啊 琪琪啊 球又丢了 没事 再买一个 说啊 不喜欢传球啊 没事 咱家艾伦就喜欢这个 多抱一会儿那咋的 这样能行吗 那范之一带轻讯队也不这样 何况我带的还是一线队 现在这两人啊 这综艺也上了 你看这小头儿也烫了 听说还有盐粉了 盐粉这群体啊 我熟 一开始啊 心里肯定美 时间长了 也就麻木了 所以你俩啊 就好好打球 至于小粉颜值的观众 啊 冲教练来 光是满意 谢谢大家 我希望是一个 与你主要的两个 哎呦我天呐 我满了 做事啊 也很秀 很好 今天体育专场对吧 我还问导演 我说体育专场 为啥总找着男篮 让人闹心的 就不能找找女排吗 人家说女排都在训练 没空上综艺 为什么这么开心 说体育圈都联系了 不训练的就这么几个 说实话 说实话 也不怪他们对吧 因为其他队训练 是为了奥运会 他们又不用去 不是喷子吧 我不是喷 我真的是热爱篮球的吧 上高中看火箭 看姚麦多热血啊 现在看周琪在火箭 怎么说呢 就是很厉害 在火箭打了两年 打破了人家 对我们勤劳的刻板印象 妈呀 第四节垃圾时间打惯了 教练派他第二节上场 他说我没准备好 不知道教练让他上去干啥 打球不还能干啥 让你上去给全球花生拜个年 完了完了完了 太未见了 也不是对吧 也可能是为了让你上去 给书画奶念顿广告 对吧 书画乳舞汤 真的真的好接受 冷着喝 空腹喝 大量喝 乳汤不耐 都能喝 周琪 希望你之后打球 像我这段广告这么硬 好吧 在火箭 周琪在火箭待了一年多 单场得分就没超过六分 就我上次见到这种 怎么整不过六的 还是骰子 不是你那个分 教练很难不辞退 你知道吗 打完五场 跟教练说 信不信五个二 教练说 开了开了 我开始 我说实话 开始看他那个态度 其实很生气 后来 其实我教大家一个思路 就你换个思路去看球 就很开心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境界很高 就别人都争来争去的 只有他不争不抢 不喜不悲 球打得大彻大悟的 一抢球打起来 一花一世界 一分一蓝板 有了 在说说关在屋子里的饭之意对吧 这个看不见 对他说吧 吐槽大会 这是我们第一个 我们只敢关在屋子里面的嘉宾 但是他也不敢 不敢放出来 人家都买了保险了 范之意也在中国 你们刚才看了 在中国一笔武输给泰国之后 就说什么 中国男足脸都不要了 就是说的挺好的 但是我就有一点 就是你们再去搜 那个搜索引擎 我就想对搜索引擎说句话 就能不能把这个新闻话说全了 你现在去搜百度 范之意 夏拉康推荐的是 范之意脸都不要了 而且如果你去看他说 国足脸都不要的视频 就那个坚定的样子 我都忘了他曾经是国足了 范老师 我想问问你 看不见他想问问你 你还记得深花1-9输国安 97年今周2比4输伊拉 2比3输卡特尔的时候 你在哪儿吗 你记得你在场上 这个太好了 这个就是易老师的说话方式 对吧 是不是很想打愿 哦天 最后最后最后就要说 还是希望男足男男 好好训练 好好打的 别赖这些破例子 尽管你们不管怎么样 伤我们的心 我们还是会看 但是既然还是少伤我们的心 好吧 谢谢大家 我回来 开个玩笑 其实范志毅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 他除了打架骂人脾气差 几乎没有任何缺点 其实范志毅的脾气也没有那么差 他就是心直口快 比他口还快的是他的拳头 我真的不知道范志毅为什么那么爱打裁判 就是我就感觉范志毅 就是他就会觉得 就裁判嘴里那个哨 对范志毅来说就是个冲锋号 裁判一吹哨 范志毅 进攻 不说我哪打过裁判 打过来裁判还能提我 他年轻的时候打裁判也就算了 他老了以后还打裁判 到时候裁判们就会一起聊天 一个裁判回去说 我被范志毅打了 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另一个裁判说 我被范志毅打了 就在昨天 然后两个人抱头痛苦 原来我的疼痛是你的青春 被范志毅挨过地打 让你永远年轻 永远热烈盈眶 当然了 打人是不对的 范老师希望你能改 如果你不改的话 我可能回不去 最后来说说 我们今天的主咖 对吧 我主咖呢 我要吐我们队的周琪 就不为什么 因为他和我一队啊 我不太放心 对吧 我怕他一会上场 啥也不说 把稿子传给郭艾伦 你们也看到了 周琪实在太高了 周琪的袜子 可以给王缅当裤子 你干什么老爸我呢 有什么漂亮的事 谢谢啊 真 你知道吗 周琪真的是从小 又高又瘦又长 他爸爸每次都扛着周琪 去挑水 小朋友们也都特别喜欢 和周琪一起玩 他们都经常出洞门 过大桥 拿着周琪去打枣 周琪作为篮球运动员 他的手也很长 周琪系鞋带的手 不小心会给自己的手指头 打一个蝴蝶结 所以周琪从来不挖鼻孔 因为怕会伤到脑子 当然了 这个段子肯定是我编的 对不对 周琪为什么要保护 他的脑子呢 他打篮球的时候又不用 说说产生这些快乐的运动员吧 我一直搞不懂这个群体 范志毅的前妻是空姐 周琪的老婆也是空姐 你们打球的 怎么都喜欢找空姐啊 你们是上了飞机去 想谈恋爱吗 对不起 空姐说 先生小桌板收一下 郭艾伦说 Yes I do 周琪说 Kahab too 什么意思呢 波兰语的我爱你 范志毅说 中国男男脸都不要了 幸亏我没找 要不一锅断了 都说郭艾伦是靠他叔叔 在篮球圈上位的 郭艾伦 我看你也挺喜欢上综艺的 要不要在这里认个书呢 叫一句李叔 就能拿个吐槽大会的冠军 李叔难道不比你输好吗 世界杯你们都敢输 还怕这个输吗 听说运动员脾气都很暴躁 但分有成绩的暴躁 和没有成绩的暴躁 郭艾伦 你觉得你是哪种暴躁 是打不进NBA的那种暴躁吗 听说你擅长三步上篮 是 一步传球 二步冷静 三步上篮吗 怎么那么反击 怎么那么反击了 范之逸 我对他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我怕他打我 今天来了好多年轻的男男运动员 你们怎么那么爱上综艺呢 为什么范之逸 年轻的时候不上综艺呢 是因为训练耽误他上综艺了吗 不是 因为他那个年代只有一个综艺 政大综艺 周琦曾代表中国男男 打进过NBA 周琦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代表中国男男吗 你左手拿着鸡蛋灌饼 右手牵着空姐 你代表的不是中国宅男吗 为什么你进了NBA 那么快就回来了 是因为宅男不爱运动吗 今天来了很多男男的 女男的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呢 是因为女男太优秀 没有槽点吗 我对篮球最大的疑问 其实不是这个 而是 篮球宝贝为什么都是女生 无论男男还是女男 中场休息跳舞的时候 都是女啦啦队 女男比赛也挺累的 难道就不能整点男啦啦队 住住姓吗 好棒啊 住住姓 像杨明 周琦 郭艾伦这样的就很合适 长得帅 综艺感好 也不太会打球 让她们跟着女男挺好的 不然 她们还有什么办法 登上舞台呢 谢谢大家 我是帮助男男男的一力进 范之一还说过 我们踢球要看就看 不要看 你可以看电视剧 范叔叔 我也想啊 但是我爸看完你们踢球 别说电视剧了 他都恨不得聚电视 今天来了很多的篮球运动员 我看篮球比赛呢 唯一的标准就是 像追星一样 看长相 杨明 长得就像国家队的 结果是辽宁队的 你真的应该去国家队 反正都是输 丢脸也丢一张帅脸 我上学的时候的男朋友 也是打篮球的 当时呢 我追求他 他追求 每天 可以可以 我当时就是一个 卑微的恋爱脑 但是我后来想明白了 恋爱脑不是一味的付出 而是你恋爱要有脑子 现在我脑子有了 但是我恋爱没了 但是我不后悔 因为起码我不卑微了 好了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啊 我们来说说那些不开心的 我也问过我爸 周琪怎么样啊 我爸说 周琪打不了中锋 但是范志毅可以打中锋 也很疼 火箭队当时选中周琪呢 以为能打开中国市场 赚点人民币 结果周琪两年 一共打了45分钟 拿了100多万美元 45分钟 结结实实给美国人上了一课 但是周琪在火箭 每天跟外国球员打球呢 也学到了不少经验 其实打波兰那场 大家不该怪他 当时周琪站在边线 满脑子都是火箭队 学到的那些先进经验 把球传给外国球员 才能赢 周琪打球呢 他就喜欢在场上瞎溜达 跟个该溜子似的 教练就特别生气 就问他说 你溜达啥呢 他说 饭后摆步走 才能活到99 全国人民都盼着周琪长胖 但他就是长不胖 周琪你知道有多少女明星 羡慕你吗 我真是也蛮喜欢篮球的 跟周琪之前一起录过节目 他太高了 他能把长裤穿成七分裤 就像现在这样 周琪啊 穿七分裤 头三分裤 加起来十分难看 周琪你那么高 那么瘦弱 跟个面条一样 我觉得你就不应该去打篮球 你应该去那种 刚开业的超市门口 大卖场门口 演那种气球人 集团冠冰 满一送一 周琪其实私底下 他挺反差的 挺直男的 直懂篮球 不懂女生 之前跟他录节目的时候 因为有些事聊着聊着聊哭了 他就坐在我边上 也不知道递个纸巾 后来是他的工作人提醒他 他才拿了张纸巾 结果他接过纸巾呢 默默地擦起了篮球 还说 乃万你别哭了 你把我篮球弄脏了 周琪可没有这么爱篮球啊 不要瞎说 他从来没爱过男情 这句话是虚假虚假 这个周琪啊 为了和我一组 是煞费苦心 特意准备了一段rap 刚刚大家也看了 展示了一下 怎么说呢 我上次听到这么难听的rap 还是荡黄的长裙 他还问我 唱得这么好 能不能来我这组 我当时陷入了沉默 不想开口 只想赶紧过 你的说唱跟传球一样 说 I don't wanna see you anymore 其实有一说一啊 周琪球打得不错 就是传球不太行 人传人还传错人 堂堂一个龙的传人 却传给了外人 龙的传人这首歌 你得多听 里面有一句歌词 你得记住 周琪周琪你擦两眼 永永远远地擦两眼 别总擦篮球啊 谢谢大家 我是在乎 太狠了 太狠了 谢谢 谢谢 我们的主角了 冯潇婷 我给大家列举一下冯潇婷 两次亚冠联赛冠军 两次中国足协杯的冠军 七次中超联赛的冠军 而且还是亚洲第一中后卫 并且最重要的 国足第一段子手 对不对 国足一般都是段子素材 但是人家就变成了段子手 这印证了一个什么道理 久病成良医啊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不踢足球讲段子的冯潇婷 大家好 我是冯潇婷 来这个台前面之前呢 我每个人的屋里 我都串了一遍 我说手下流行 手下流行 他们统一的口径都是 没事 肯定不会涂你很深的 刚才听完 我差点吐血 你知道吗 太狠了 那个 我是冯潇婷 我是国足队长 有人说 国足队长和美国队长 都差不多 都是背锅的 但是我想队长应该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是我跟美队也不一样 我不甩锅呀 直到大家最近对这个世界杯都特别在意 老有人问我 说你对世界杯有什么感觉 我能有什么感觉 我又没打过 很多人说 总觉得我们运动员没有什么文化 有一次记者采访我 说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说我说看书 记者说你好好说话 运动员看书怎么了 赵少刚还教书呢 为了让自己更有文化一些 我确实经常看书 但林丹大哥就不一样了 不用像我这么费劲 直接去大学买了一个硕士文凭 林丹大哥世界冠军 多少块奖牌 六十四 那个世界冠军 最近因为欠星的问题 跟那个俱乐部打官司 相比之下 我们许老板就不一样了 不仅不欠星 还总发奖心 烦死了 算了 我怎么有个这么好的老板 继续继续 林丹大哥 你看刚才看到了 林丹大哥就是大球有个特点 就打一打就生气 一生气摔拍子 摔一个换一个 摔一个换一个的 霸气啊 还有那个痛快啊 那我们足球运动员就不行 只能摔自己 对 只能摔 摔不好才败潘甲 摔 我和黄建祥老师有一段渊源 零五世青赛 喝来再喝来 我跟梅西一起被评为十大新型 真的真的 十大新型 然后 我做正 当时黄老师就 特别热情给我打电话 说小冯 那个 我这帮你运作吧 咱们这个 我可以帮你到德国踢球 你想不想啊 我特别激动 那么大一个机 我说好啊黄老师 可以 我想啊 当然大家结果我也看到 没成功 黄老师 我哪知道你这么不行啊 早知道我去找刘建宏老师了 去年 去年我组织的公益赛 助攻未来 是帮助孩子们的 我邀请了黄老师 一起来参加 黄老师特别有爱心 那个非要给孩子们捐鞋 而且还都是他试穿过的 穿了好几年 关键是 都是43码 大家想想啊 就是都是七八岁的孩子 穿着43码的鞋 你让踢球那什么场景 满场飞鞋啊 所以去年就没捐成 黄老师说 他不放弃 今年还要继续捐 一定要找到 穿43码鞋的孩子 今天公益赛 我还邀请了密斯 怎么漂亮 虽然密斯不会踢球 但是你可以给我们解说呀 毕竟你解说的身价 比他们都贵呀 过来还可以就是 捐点这个东西 键盘 鼠标 耳机啥的 这个用过的都没关系 哪怕是捐点游戏里的装备 也比43码的鞋强 说起你们玩电竞的人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有一次我玩那个英雄联盟 玩盲僧 就是一不小心把那个一脚就把对方刺客 就踹到我 我方老家了 然后我们就全都挂了 就去团灭了 这时候就有个人说 还用我去 你是国族的吧 这都被发现了 这都被发现了 当时我就不高兴了 打游戏就打游戏 怎么还各样人呢 张腾岳老师 走进科学的主持人 里面有段话 我非常熟悉 河中生灵 神秘死亡 下游居民 得上怪病 沿岸植物 不断变异 是残留农药 还是生化攻击 敬请关注 今晚走进科学专辑节目 国族在河边洗脚 我没说过 我没说过 张腾岳老师 每次看到这个段子 我非常生气 特别特别生气 完全是污蔑 居民得怪病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国族 有严格的规定 不能随便出去外面洗脚 每次国族输球 网上出现很多段子 嘲笑我们 我看了就是 又好气又好笑 就是看到大家国族 这个段子写得那么好 我很惭愧 所以 我决定 努力 学习写段子 一写就是一个通宵 就是希望有一天 能够证明 球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踢 但是段子谁不会写 总有人说 中国13亿人 找不到11个人会踢球的 其实中国踢球的孩子 真的特别少 愿意把足球作为职业的 就更少了 说这些话的人 其实如果你们自己 愿不愿意 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踢球 我这只手骨折过两次 做了四次手术 第一次在04年的时候 断过 然后之后没长好 07年又断了 当时在球场上 直接断成S型了 这个胳膊 特别恐怖 我对一上来就大喊 大家都别动 让我看断没断 大哥都S型 你还让我怎么断呢 这次伤病差点毁了 我的职业生涯 林丹给你 伤病是足球对运动员 不可避免的 那么幸好最后呢 只留下一道长长的伤疤 那个这就是职业足球的风险 这是男人的伤 这就是我的胳膊 这些年我在努力踢球的同时 也在做一些公益活动 给孩子们建场地 然后捐一些合脚的球鞋 我希望能够 有更多热爱足球的孩子们 能够有机会参与到我们这项运动 我们这一代的球员非常努力 现在已经和世界杯非常接近了 相信未来有更多的孩子 能够参与进来 中国足球一定是世界杯的常客 我是停哥不是停姐 我有一个梦想 中国足球走向世界 谢谢大家 我是冯耀廷 大家好我是李大 今天这个阵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大家也看到了 Rock海员 两个板凳队员 进入了首发阵容 池子因为伤病困扰 不能出战 真的是伤病困扰 因为池子从来不看足球 这次为了写稿 把中国队的比赛集中看了一下 孩子就崩溃了 真的 受不了那个打击 看完以后 一旦网上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会输给泰国队 就是那个撒瓦迪卡 人很温柔的泰国吗 会被叙利亚逼平 就是那个连年战火的叙利亚吗 他们还有心情踢球 我说叙利亚是没有心情踢球 一听说踢中国队 没有人要打 然后这个板凳队员 海员刚才说了 是我们的编剧 这次除了自己要上场 还负责跟冯小婷对稿 也很辛苦 跟冯小婷对稿去见他们 一进门碰到个椅子 把冯小婷脚给砸 这冯小婷人家很大端 没事没事没事 海员说 这怎么能没事 你是国脚 你怎么连个椅子都防不住 脚杂挺黑啊 海员就很生气 转身就要走 Rock在旁边 海员你干什么 你往哪 海员你别走那边 你走冯小婷这边 这边空荡大 黄健小老师 迄今已经解说过 现场直播比赛超过2000场 而我们记得的 只有那一场 不明白 不明白为什么 一直是很关注国足 黄老师在这个微博上发微博 说这个国足打进世界杯 他就裸奔 这极大的打击了国足队员的斗志 所以冯小婷站在赛场上 看着对面冲过来的前锋 脑海中都是你白花花 胖乎乎的身影 在那一刻 他灵魂附体 他继承了中国队光荣的传统 放弃了防守 黄健祥这些年 从央视辞职以后 也挺不顺的 后来去过凤凰卫视 做个档脱口秀 收视率堪比天气预报 也不容易 后来去什么CSPN 让人拖欠工资200多万 前年十来运转 终于是在这个恶势体育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节目 后来的事呢 大家也都知道的 在黄健祥的关注下 中国足球没有冲出亚洲 贾跃亭先生冲出个亚洲 林丹 这个世界冠军 确实我偶像 他在我脑海中 一直是一个半果的形象 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就一句话 半果 然后我确实小时候很崇拜他 我也喜欢羽毛球 小时候 怎么 没听说吧 好多年了 人打运动员出道走 我小时候就很羡慕他 就想打羽毛球 然后结果我是内猛的 内猛的自然环境 扼杀了我的羽毛梦 风太大 我的对手经常有来自 大自然的祝福 打不过 关键是我赢了以后 我真是没法撕碎上衣 你说太狠 羊皮都会撕不动 对不对 放弃了 这个林丹和冯耀婷 在运动员里 收入都算是顶级水平 那得多少钱 俩人家加一起 都没有miss争得多 miss人家 真的 那么有钱 人家是 劳动所得 劳动所得 人家签约费 直播签约费就一个亿 很多人现在质疑 游戏主播 说怎么那么多刷礼物 怎么回事 没什么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很正常 看直播 刷礼物的风气 在国足 很早90年代的时候 直播就有了 真的 那个时候 国足一直播 提比赛 楼上都是刷礼物的 刷一个暖壶 刷一个电视 刷一个闲活的生命 开玩笑 怎么会输个球 球迷就跳过 不应该 球员才应该 张登岳老师 走近科学的主持人 跟这个胡渴 李湘 都是同班同学 这就非常不科学了 为什么你老话得 如此严重 而事业又是 如此的稚嫩 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分散 请收看 本期走近科学之 同学为何不同命 两位张老师 当年 今日说法 走近科学 那都是 对吧 王牌节目 真的是好节目 但我就觉得 这两个节目 都很适合 请国足去上一下 走近科学 就科学解释一下 为什么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武伟要丢掉球权 给了叙利亚 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这个今日说法 好好说一说 就是被叙利亚扳平 我们失去了 世界杯的资格之后 咱们到底能不能 判处 武伟 15日以下行政之流 我也别生气 冯耀廷 你不要难过 很正常 谁还没有个失误的时候 对吧 你们也尽力 这每个足球队 它有不同的风格 巴西队 有点桑榜 什么灵动 德国队 有纪律 铁穴 中国队 很尽力 真的 很尽力 踢球 态度是好的 我也特别不明白 大家总看国足比赛 输了又生气 这样那 你不看不行吗 不看不行吗 很多人说 我们热爱足球 这就更荒谬 你热爱足球 看中国足球 就好像你热爱科学 但选择看走进科学一样 你刚好 不合逻辑 我真的是 我就不看足球 要不我就心理健康 但是我经常看一些新闻 其实我感觉 我真的个人感觉 我觉得中国足球 这两年发展的还不错 对不对 就是像那个冯小婷 他们那个恒大 亚冠 人家有那个教练也厉害 又出来很多球星 球迷也喜欢 那个市场也好 俱乐部做的也好 说明我们国家 还是有热爱足球的人 也有踢的好的人 也有能把足球 做的好的俱乐部 我觉得这个 不比中国队 踢进和世界杯意义小 说明这个事 足球这个事 在中国变得很健康 很繁荣 所以在最后呢 也希望冯小婷 把我刚才这一波马屁 逐字逐句的 告诉许家印先生 就是除了这个足球俱乐部 也可以考虑投资感 和脱口秀俱乐部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黄建祥 我坐在那儿 看着小冯 坐在这个主咖的位置上 被大家这样尽情的 当面吐槽 我曾经很担心 她扛不住 因为呢 我是看着她从小长大的 但是经过大家的 火力猛烈的吐槽之后 我发现 她进步了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说一个男人 不成熟的标志 是可以为一项事业 英勇地死去 而一个男人 成熟的标志 是可以为一项事业 卑贱地活着 我发现她成熟了 我去好几个体育平台 解说过体育比赛 是大家所期望的物正业 但是呢 都遭遇了欠心 到现在都没要回来 我去天生体育讨心 把我挡在门口不让进去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 站在大门外 后来又去CSPN讨心 也不让我进去 我还是一个人 孤零零地站在大门外 直到今年 我去乐视体育讨心 我一看呀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呀 我终于感觉到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冯小婷 我真是看着她长大的 从青年队 一路 地方队 大连一藤 四川贯城 国清国澳 国家队 一直到后来 恒大七连贯 亚贯 两次贯军 我看着她立业成家 她也尊称我一声 大哥 婚礼她也邀请了我 我收到请帖 一打开 泪流满面呀 这么多年了 原来你叫赵旭日 这孩子责任心强 12强赛 输球了 被淘汰了 哭的呀 这哭 我就是想哭 别拦着 我就想哭 我老婆在家看电视 看见了说 哎呦 这孩子 好歹管你叫声哥 微信场 安慰安慰人家 安慰他 他这才哭一回 我从小到大 每四年看一届世界杯 我哭多少回了 我 十届世界杯哭九次 只有02年那次没哭 为什么没哭啊 你们看了 你们也知道 为什么不哭 0比2 0比3 0比4 我直接想死 作为现在 中国最一流的职业球员 国家队的主力 当过队长 恒大的主力 年薪过了千万 很多人觉得不公平 说你一个臭踢球的 凭什么拿那么多钱 踢球踢球呗 拿个臭子 大家都说 中国足球臭 中国足球差 这话没错 确实差 但是差的只有中国足球吗 咱们的电影 拿了奥斯卡了吗 咱们的音乐 拿了格赖美了吗 咱们的电子竞技 电子竞技还是不错的 但是他们解说不行啊 没有激情啊 你得兴奋起来 得这么说 盖伦 盖伦 盖伦立功了 他代表了中国电竞 又得了历史和传统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德马西亚万岁 你得喊万岁啊 对不对 中国足球今天这个局面 不光是球员 能力不足造成的 我们大家 我们这个社会 每个人都有责任 当然 主要责任 肯定还是他们的 说这些啊 都是开玩笑 而且呢 每句都跟刀子似的 扎在我的胸口 因为我啊 爱之深 则之切 解说足球这么多年 我怎么会不盼着 中国足球好呢 对不对 我多希望 他们能打进世界杯 多希望我能说一场 中国队在世界杯赛上的 赢球胜利啊 是不是 小房 你们得抓紧 你们得加油了 得尽早打进世界杯了 你们打进世界杯太晚了 我就老了 裸奔就不好看了 林丹你别笑 到时候裸奔我拉着你一块 再给你个机会 卖内裤 运动员能来到吐槽大会 很高兴 俗话说得好 运动员靠成绩说话 所以今天呢 我有很多话要说 冯潇婷 一会儿你就不要说话了 今天呢 来到这个吐槽大会 吐槽冯潇婷 吐槽足球 我其实还是很开心的 但是一看到这个阵容 两海员 Rock 我都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人 再一看这节目 就有黑幕 不过我也能理解 跟足球有关的 哪能没点黑幕呢 黄念祥老师 今年听说还打赌 如果国足进了世界杯 就裸奔 一看就是 没有裸奔的诚意 你想裸奔 就应该打赌 中国羽毛球队拿冠军 你就裸奔 真的 这样的话 你一年都不用穿衣服出门 光我拿的冠军 就够你裸奔64回的 MISS 知名的电竞解说 为数不多的女性电竞选手 长得又漂亮 听说你动动手指 就比我的奥运冠军 挣得多 真羡慕你们这个项目 虚假繁荣 跟足球一样 而且呢 粉丝还给MISS 起了一个绰号 叫电竞花木兰 人家花木兰 是替父亲从军的 你一个打游戏的 你是替你父亲 做带恋吗 可以可以 说到这里啊 我感觉我吐槽这些人 浪费太多时间了 剩下的时间就集中吐槽一下 冯娇婷和中国队吧 主咖这个位置 真不是什么人都能坐的 我很佩服冯娇婷 坐在那边 无论大家怎么吐槽 都稳如泰商 真的 这点我绝对做不到 这就是长期 输球被人骂 锻炼出来的 强大心理数字 了不起啊 了不起 我就不行 如果冯娇婷吐槽我 林丹 你是个亚军 我就坐不住了 太恶毒了 你才亚军 你们全家都亚军 冯娇婷就说 谢谢谢谢 这个太难了 确实做不到 其实呢 我跟国足队员 接触不多 因为我们羽毛球队 和足球队 很少一起出席活动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冠军嘛 所以呢 我们很少需要 出来道歉啊 检讨啊 所以一般都遇不到 但是我们所有的 运动员都很羡慕他们 我说心里话 因为他们是踢的臭 还拿的多 起码俱乐部也不敢 欠你们薪水吧 像我们这种 没什么地位的 欠到现在也没什么人管 而且羽毛球成绩 稍微下降一点点 拿不到冠军 就要接受残酷的批评 国足不一样 国足输了没关系 大家会表扬 他们有拼搏精神 拜托 拼搏精神谁没有啊 哦 我明白了 国足的对手没有 还没拼就赢了 玩笑归玩笑 作为运动员 其实我很理解冯小婷 我们能走到今天 都不容易 因为我今年已经34岁了 拿到了所有 可以拿的冠军 但还是想继续打 原因很简单 就是想多拿 更多的冠军 在这里呢 我要借一个机会 认真点 我要感谢我身边的一个 一直陪伴我 支持我的一个人 对 他就是李东伟 作为被全国人民 关注的运动员 我确实有不小压力 这份压力 别人可能不懂 冯小婷他懂 因为他也一样 无时无刻 要面对着这种负担 但是和我相比起来 他还是幸运的 因为有一样东西 他永远不会背负 那就是陈奸奸的 64块金牌 太恨了 扎心了 扎心了 其实大家这么吐槽国主 并不是讨厌你们 而是爱你们 爱之深 就责之切 你们是大家的宠儿 你看国主 随便一个新闻 都能上头条 我们国家羽毛球 拿了冠军也上不了 搞得跟其他国家 拿冠军似的 你们是国家精神的 象征 代表了中国足球最高的水平 我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努力 不要辜负中国那么多球迷的期待 因为我一直相信 有朝一日 国足一定能提进世界杯 到那个时候 我一定带着我的孙子 去为你们加油 助威 国足队长 人很好 我们休息的时候 还专程过去 跟我握了握手 很感动 我跟谁都握了 我跟谁都握了 都握了 好 我挤得死你 了解足球的朋友都知道 国足以前最害怕 遇到哪个队 韩国队 冯小婷以前 在韩国集训过 回国之后 带领着我们的国足 多次打败了韩国队 这是人的功劳 这全靠冯小婷 全靠他把我们国足的 先进理念和技战术 还有那个脚法 推广到了韩国 小婷 这个那就是文化输出的力量 当然 小婷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 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 都在挤兑国足 全国 13亿人 挤兑你们的 大概也就是 9亿人 剩下的4亿人 都在干嘛呢 剩下的4亿人 在用4亿人都在听的 喜马拉雅APP 听书听课听段子 来学习 怎么几个人 其实啊 说真的小婷 我打心眼里 还是非常热爱国足的 我支持你们 如果你们国足 下一次真的 再打进世界杯了 没有再 如果你们打进世界杯了 我肯定还会去看 还会在家里约上一帮朋友 一起看 我还会邀请你 冯小婷 你一定得来 跟我们一起见证啊 我是吐槽大会节目组的 一名编剧 也是一名球迷 对 然后这次上吐槽大会 是我主动要求的 当时导演组还问我说 一名编剧 你有什么资格吐槽国主 然后我说 因为我是中国人 当时和现场一样 想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次池子没来 我来了 大家不要误会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池子跟国主 还是挺像的 对 池子学习非常差 然后他每次考试考不好 他都会振振有词 这次考试啊 理论上我能考一百分 但刚拿到试卷 打开试卷 看了一下试题 发现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你说我能怎么办 对不对 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 0比0逼平了这张试卷 拿了零分 最后跟大家诚恳地道歉 对 事后老师也高度表扬了池子 说池子这次啊 虽然没有拿分 但是他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拼搏精神 对吧 他敢于答题 他还在考试过程中写了个解字 创造了好几次得分的机会 他不是没有实力 是欠缺了一点运气 我们吐槽大会的主角是冯潇婷 大家不知道 我们这次请到冯潇婷过来 真的很不容易 当时我们给他介绍节目 吐槽大会非常厉害的 吐槽大会在我们行业的地位 相当于我们行业的世界杯 然后他一听 世界杯啊 那我肯定去不了 然后我们就耐心地给他解释 我们说 这个世界杯不需要踢足球 你不需要硬做一些 你不擅长的事情 然后他叹了一口气说 那个世界杯也不需要我踢足球 真的每一次国足输球 大家都会在网上骂说 谁该上谁不该上 其实啊 国足的教练选人是很公平的 行就上 不行的话 就从不行的人里面 选11个人上 虽然冯潇婷这次没有进世界杯 但是他痛定思痛 他已经为下一届世界杯 做好了准备 他买了一个超大的电视 准备到时好好观看 但是我建议你 不要迷恋电视 最好还是去俄罗斯现场观看世界杯 这样我们也能够为你高兴 冯潇婷世界杯虽然没有出现 但是他出现在了世界杯 因为我真的会对我来到世界杯 这么高兴啊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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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